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犹太人的苦难跟温州人苦难之间的差异 讲到犹太人的苦难 其实他这个东西是有上帝的理由的 各位看这个荧幕上他有写 他说犹太人基本上请主降下磨难 考验我对主的信仰 重点在磨难跟信仰 请主降下苦痛 把我跟普通人分开 重点在于降下苦痛 让我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发现犹太人忍耐力特别很强 而且犹太人坚忍的能力也很强 犹太人对一个预期的一个等待的能力也很强 请主降下是我以逆境 让我成功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讲的 他们有讲说就是所谓逆伤的三个要素 然后他所以有人讲过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成功的秘密在于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也就是别人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因果跟趋势 各位懂这意思吗 也就是其实很多事情的时候 对大家来讲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很普通 对不对 可是对一个人看到他看到是个机会 他看到是一个逻辑 是个运作 是一个因果 是个趋势 那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今天才导致犹太人成功 那犹太人基本上经营的商业的话是两个 他最主要是赚最有钱的人 还有赚最有钱的富人 所以他的商业第一个形态就是女人 而且是高单价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他做的是吃的 是高频率 请各位注意犹太人做的生意基本上是高单价跟高频率 那温州人之所以苦难 就第一个苦难讲的就是早期的 他先前人家叫他投机到把 所以早期部分的时候 他这些都是违法经营的 可是后来等到温州人做大的时候 到后来的温州人的苦难 其实最主要就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国际的不景气 导致于他的便利品不景气 那再加上说温州人 他之前有钱了之后 在各地买房市导致于人家对他印象不好 就是所谓的温州炒房团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因为温州的话大家都赚钱了 他在对钱的态度 就基本上就比较没那么理性 所以就有一些休闲按摩业的产生 再来还有一些地下豪赌的部分 都收获了很多温州的一些富人 参与在其中 那第二个所谓的苦难 就是所谓的杜拜的烂尾楼 跟上海楼市的崩塌 导致于很多温州人的钱都丢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除了这样以外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后来 他们虽然本业的部分 相形之下跟黄地产 黄地产太好赚了 导致于说他在分心的情况之下 导致于本业就受到影响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讲的就是地下钱庄的大崩盘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牵涉 其实温州人 他基本上他有很多所谓的地下钱庄 那基本他是高利的 或者民间互助会 那你知道民间互助会 一倒的话 就是好几百个好几个千人 所以曾经有发生 所谓的温州大跳楼的事件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观点 再去回想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 他基本上他自主组织 本身是无利息的 所以基本上没这个问题 他也没地下钱庄 他也没有民间互助会 所以基本上他钱是很clean的 很干净的 那第二个部分 犹太人针对高价 针对妇女 针对频率长的 他不是针对一些便利品的部分 而且他不是以国际出口 他是针对有钱的那一小段 所以基本上他的苦难类型 就会有所不同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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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